山田有九巴和旅游巴相撞 两架车一共九个人受伤 现场是沙田路出九龙近博康邨 意外在早上8点发生 而7日号线九巴车尾損位 旅游巴车头座由担架床送上救护车 伤者是由29到65岁 分别送去伊丽莎白医院 威尔斯医院治理 拘捕旅游巴洗到现场的时候 怀疑收制不及 撞向前面的狗巴 受到意外影响 现场的慢线一度封闭 星期五开始经深圳湾口岸离境的人 凌晨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 特别核酸检测服务 说唤人多在口岸长时间等 因应政府要求到内地的人离境前 在鹿路口岸进行额外的 免费快速核酸检测 深圳湾口岸近期都擠满了 排队等检测结果的人 政府推出网上预约系统 星期四凌晨开始启用 星期五开始经深圳湾口岸到内地的人 拿到深圳健康疫核名额后 可以网上预约特别核酸检测时段 需要输入姓名、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和深圳健康疫站预约编号 预约未来7天的检测时段 过关当日旅客需要按预约时段到达 出示确认预约的电话短信 或网页截图 未能出示或未有按时抵达的人 如果最终未能在口岸检测 将会不能继续过关行程 星期五开始 深圳湾口岸的特别检测服务 将会提前半个小时 至早上7点半开始 政府发言人说 有关安排有助确保口岸的检测服务有罪进行 需要换旅客在口岸长时间等候的情况 市民在系统可以同时预约社区检测中心的 自费核酸检测 拿到阴性结果证明 以符合内地或澳门最新规定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导 澳门新增29宗确诊个案 今轮疫情累积1644宗 新增个案当中26宗属于在管控当中发言 社区内发言3宗 当局正通过流行病学调查 更近20175人 另外第8轮全民检测昨日结束 当局发言有13款云养样本呈阳性 内地烂尾楼业主威胁拒罪上还 按揭贷款的情况蔓延 内地天目新闻统计 广东、寒南、湖南等最少18个省 超过100个烂尾新盘业主 已经集体向政府和银行发布告知书 要求促使项目复工 否则停止上还按揭贷款 官方证券时报引述分析认为 去年以来内房债务危机发酵 未能支付工程款项令楼盘停工 认为单靠宽松货币政策不能解决 建议成立稳定基金摆脱困局 例如政府出资1000亿元人民币 金融机构筹集集9000亿元人民币 增强置业人士入市信心 同时调整三条红线 即是规管内房债务政策 美国通胀进一步升温 再创超过40年价高位 市场开始预测 联储局今个月会历史性大幅加息一利 能源和食品价格还有租金急升 带动美国通胀进一步升温 市场预期联储局要更加激进加息 寻求令物价受控 6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9.1% 升幅再创超过40年最大 也都明显高过市场预期 至于按月升1.3% 升幅就是近17年来最大 总统拜登认同通胀高度不可以接受 不过认为数据已经过时 未反映汽油价格6月中开始回落的情况 虽然联储局早前示意 今个月底意识时会考虑加息半离 或者四分三离 但是路透分析利率期货显示 交易员曾经预期有七至八成机会 到时会大幅加息一例 比率远高过通胀数据公布前的一成多 如果成真 加息幅度会在1990年代初 以隔夜联邦基金利率为指标利率以来最大 今年意识时没有决策权的 厄特兰大联储银行行长博斯蒂克 也不排除会加息一例 形容一切都有可能 担心通胀未好像预期一样回落 需要思考未来货币政策要调整多少 不过积极加息压益需求 也引发经济衰退的忧虑 联储局发布有《鹤皮书》之称的经济报告 整体只是轻微增长 但是物价上升压力仍然明显 估计最少持续到年底 只有钢和木材等部分原材料价格回落 而且部分地方反映 越来越多迹象显示 需求放缓 经济衰退的忧虑升温 由中国参与向俄罗斯石油售价设定上限 国际能源署警告 能源价格高企损害需求 石油市场仍势危急 美国倡议向俄罗斯石油设定售价上限 除了欧盟、日本等盟友 也可能尝试拉拢中国等俄罗斯石油主要买家参与 美国财长耶伦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透露 上星期与副总理刘鹤视像对话时 曾向他介绍俄罗斯油价上限的计划 双方准备进一步讨论 耶伦希望由参与的国家 自己制定如何执行和配套 由于全球能源航运保险服务 大部分都由欧洲公司成保 剩下的选择很有限 所以相信很多国家最终会加入 据报美国也研究建议 全球向俄罗斯石油加征关税 令到最终售价更接近市价 但是收入归于政府而不是企业 美国副裁长厄德耶伦相信 各国都有动机参与设定售价上限 暂时无意向不加入的国家和企业 实施二次制裁 但是美国油公司雪范龙警告 石油转探生产投资仍然有挑战 担心即使经济衰退风险 需求回落 油价向上的风险仍然较大 国际能源署警告 石油市场形势危急 很少出现前景更不明朗 一来能源价格高企 损害已发展市场的需求 但是供应也紧张 俄罗斯关币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 开始维修保养工作 令到欧洲天然气供应大减六成 营运的国企表明未收到正式文件 可以由加拿大运回收理好的管道 卢特引述文件显示 欧盟正是起草应急方案 一旦供应持续中断 会呼吁成员国鼓励家庭和企业 减少能源消耗 提早储备天然气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 如果持续缺乏天然气供应 欧洲经济可能陷入衰退 所以将会第三次调低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3.6%的预测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轩报道 先有时一会 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卓京消息 恒生指数报20872点升73点 总成交超过472亿 价值汇约港股 招行跌2.05仙 腾讯升1元 盈富基金升4仙 阿里巴巴升2.4 平保跌1.75元 美团升4.5元 比亚迪股份升7.6元 建行跌5仙 南方恒生科技升7.6元 恒生中国企业升1.8元 看其他主要南酋表现 汇控升2.5元 油邦跌8.5元 中移动武器跌 港交所升2元 每戏跌8仙 恒生科技指数升86点 报4633点 转他内地股市 上海A股升7点 上证综合指数升7点 深圳A股升25点 深圳成分指数升149点 转他其他消息 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议员黄国快速检测呈阳性 现在正是居家隔离 他昨天曾出席立法会前听交流会 黄国在社交媒体说 在今早的例行自我快速检测 得出阳性结果 目前有轻微感冒症状 他说已经接种4剂疫苗 而他昨天挨抬快测是阴性 对带来不便感到抱怯 昨天特首尼家超率领司长和副司长 出席立法会前听交流会 黄国有份出席其中一场 与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以及副司长张国军交流 合照的时候 站在立法会主席梁军燕旁边 与李家超借双隔一个新委 期间又戴口罩 本港生物科技发展迅速 但就算研发了新药 想在香港开展人体测试 往往是困难重重 雷雅瓶的生物科技公司 研发了一款柏金尚症药物 但要在香港申请做人体试验 就不是那么容易 近日他打算直接去内地 进行临床测试和注册 陈伟杰是血癌康复者 他说理解当局审批测试要考虑安全性 但他认为病人去到较后阶段 很多都愿意试药 但新药在内地做完临床测试和注册 都难以直接回香港注册 因为要获审批 有关新药要先在32个国家里面 其中两个注册 而清单不包括中国 卫生署回复立法会的文件说 在2020至2021年度 一共发出343张证明书 可以在香港进行药剂制品临床试验 全部三个月内批出 并已经推行多项措施 缩短审批时间 无线电视记者借月情报道 专他国际消息 新加坡新增超过16000宗新冠个案 是3月初以来新高 新增个案比之前一天增加两倍多 卫生部说长假期之后 一般会出现病例激增 已过去一个星期 社区感染个案的7日平均数 仍然保持平稳 大约是8400宗 目前当地有734个患者要住院 其中14人在深切治疗部 另外多3个人死亡 北韩新增560多宗发烧病例 连续3日少过1000宗 1300多宗依然在治疗中 当局没有公布新增死亡个案 累计有74人死亡 当局为了应对梅雨季 强风暴雨天气等灾害 引发的疫情防控危机 采取全方位措施 包括在开展防控工作的地区 增设防疫站 并加强边境口岸的监控和报告体系 防止二样物品或各种污染物 经水流入北韩 斯里兰卡总统拉架柏克萨 流亡马尔代夫之后 外电报道他会前往新加坡 但据报遇到阻滞 在斯里兰卡首都 示威者抄入总理维克勒马申哈的办公室 维克勒马申哈以代总统的身份 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实施宵禁 由批评示威者试图夺权 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上任之后 第一次中东访问 抵达第一站以色列 预料同以色列领导层的会谈 将会涉及伊朗核问题 拜登在出访前 接受以色列电视台访问 重新背进全力 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不排除最终是数珠武力 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星期三乘坐空军1号抵达特拉维夫 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 总理拉皮德等亲自迎接 基于防疫政策 白宫之前已经表明拜登此行将 尽量避免例如握手等肢体接触 他下机后也只是与克尔佐格等 以拳头互捧方式问好 但拜登似乎很快已经忘记防疫措施 将手放在拉皮德的肩头上亲切聊天 拜登的机场发表声明 强调与以色列有骨肉相连的联系 关系到所有与两国未来有关的议题 并随即在机场视察铁弓导弹防御系统 以及被指针对伊朗无人机的 铁梁激光防空系统 克尔佐格和拉皮德之前已经表明 伊朗核问题会是与拜登讨论的最主要议题 克尔佐格指出 伊朗与他控制的组织对以色列和邻国 构成直接安全威胁和挑战 拉皮德就希望与拜登讨论有否需要重新构建 一个强大的全球性联盟 阻止伊朗进行核计划 拜登之后到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 在礼堂内的长明火前献上花圈 悼念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中死亡的600万犹太人 并与两名大杜杀生还者交谈 全程紧握两人的手 并亲吻两人的面 未有因为防疫而克尔保持距离 拜登最后在纪念馆签处调宴冊 并与克尔佐格和拉皮德等人握手 拜登星期四会与以色列高层会谈 星期五会与巴勒斯坦官员会面 之后会转往沙特阿拉伯访问 并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 无线电视记者一样都在报道 各位早上,我是黎在山 沙田有九巴和旅游巴相撞 两辆车总共九个人受伤 现场是沙田路出九龙近博康村 意外在近早上八点发生 而七一号线九巴车尾所担架床 送上救护车 伤者由29岁至65岁 分别送去伊丽莎白医院和威尔斯医院治理 据报隔旅游巴洗至现场的时候 怀疑收制不及撞及前面的九巴 而受到意外影响 现场万线一度封闭 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议员王国快速检测呈阳性 率领司长和副司长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 王国有份出席其中一场 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副司长张国军交流 合照的时候 站在立法会主席梁军健的旁边 和李家超只是相隔一个身位 其间又戴口罩 本港近期确诊数字徘徊在大约3000宗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认为 屋前是轻症多重症少 市民不需要太担心 如果3月出现的个案大数量 就不会出现 当时每日5万 随着我们这几个月的接种率高了 也有差不多六成人口受过感染 始终有一定的保护屏障 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从轻症为主 暂时来说 如果真的说是危态 是18位 这么多医院加上 如果真的要民养企都是30位 所以相对上的比例 其实就不是说3月那时那么严重 为了说换深圳湾口岸 长时间等候的情况 明天开始经口岸挂关的人 需要透过网上预约检测 系统已经在凌晨开始启用 旅客需要输入证明、身份证明文件 和深圳健康疫站预约编号 预约未来7天的检测时段 系统要求在15分钟内输入 未来几天的口岸检测明额仍充足 我们就尝试过 已过期的深圳健康疫站预约编号预约 也成功登记 但系统就提醒 输入的资料需要准确无误 否则可能无效 而过关当日 旅客需要按预约时段到达 出示确认预约的电话短讯 或者网页截图 未能够出示 或者未有按时抵达的人 如果最终未能够在口岸检测 不能够过关 深圳湾口岸的特别检测服务 明天开始 亦都提前半小时至早早的7点半开始 英国保守党党会选举 首轮投票、淘汰财相查学礼 和曾经出任外商和卫生大臣的侯俊伟 而前财相新伟成 和前国防大臣莫佩林 得票分别是排头两位 今晚会举行次轮投票 天国执政保守党 星期三完成首轮党会选举 8个候选人当中 前财相新伟成 获得88个保守党议员支持排第一 紧随其后 在前国防大臣莫佩林 获67个人支持 外商卓维斯排第三 获50人支持 有40人支持的前国务大臣巴德洛克 排第四 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達 获37个人支持排第五 检察总长柏菲文 有32人支持排第六 裁相查学礼 和曾出任外商及卫生大臣的侯俊伟 分别获得25和18人支持 未能够取得最少30人支持而被淘汰 新伟成对结果感到振奋 他的团队说 在八个候选人各族下 仍然获得四分之一议员支持 目前保守党下议院一共有358个议员 莫佩林对首轮投票里排第二感到榮幸 而首轮被淘汰的查学礼 就感谢党员支持 又说不会进一步介入党会选举 星期四会开始第二轮投票 由这轮投票开始 得票最少的一个人会被淘汰 第三轮投票就会在下个星期一举行 预料下个星期四 国会夏天休会前 会淘汰至只有两个人 之后交由全体大约16万保守党员 以电子或邮寄方式投票 9月5日会公布接任首上的新党会 首相约翰逊星期三到国会下议院 出席首相执询华节 议员增相提问秩序混乱 议长何立新要求议员遵守议事规则提问 有两个议员被逐才正式开始执询程序 约翰逊据执政近三年的政绩 对自己的领导力感到自豪 他可以昂首阔步离开首相府 又说这次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 出席下与软质询华节 无线迪士记者周四零不得 俄乌战事持续近五个月 乌克兰谷物未能顺利出口 触发了全球粮食危机 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 在土耳其就谷物经黑海出口 连同土耳其和联合国代表 举行四方会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 如果能够达成协议 全球都能够受惠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发放片段 见到俄军用多管火箭炮攻击乌军阵地 国防部发言人说 以高精准武器击中乌军 在南部黑海城市尼古拉耶夫的据点 殲灭70名乌军和一批军备 乌克兰说俄军以多管火箭炮攻击尼古拉耶夫州 一间医院和多个民居重弹 至少五名平民死亡 在东部顿涅茨克州首府顿涅茨克市 以东约50公里 有乌克兰农民无据战火收割谷物 战事令乌克兰的谷物 未能顺利经由黑海输出 触发全球粮食危机 俄罗斯说 国防部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和土耳其 乌克兰和联合国代表 就从黑海港口输出农产品问题 进行四方谈判 俄方代表已经提交连串建议 希望尽快解决问题 乌克兰总统扎林斯基说 四方会谈有进展 说如果能够达成协议 不单止对乌克兰很重要 全球亦都能够获益 如果能够消除俄罗斯在黑海航行的威胁 全球粮食危机可以过得舒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各方就达成全面协议 达出重要和实际的一步 有望在下个星期达成最终协议 另外北韩承认由亲俄武装 在乌克兰东部成立的 顿捏茨克人民共和国 和劳金斯克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 乌克兰随即宣布和北韩断交 指责北韩试图破坏 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无线电视记者一样多位报道 印度西部暴雨成灾 上个月至初至今 累计有69人死亡 西部古吉拉特邦鲁萨里 居民要在深及腰部的洪水里出入 居民说洪水入屋最深达到米8 浸坏了不少家居电器 以致穀物损失严重 而轮近的马哈拉斯特拉邦 蚝雨令到市里面的污水渠道观 污水流入民居 有居民表示 这个情况过去50年都未曾发生 当局说过去24小时 有6个人死于和蚝雨相关的意外 从上个月初至今 累计有69人死亡 气象部门警告 未来5日部分地区会落特大蚝雨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新闻时间看看港股表现 恒生指数报 20,870点升72点 总成交超过528亿 最活跃港股的表现 腾讯控股升1.2 盈富基金升4先 招商银行跌1.8毫半 阿里巴巴升2.3 比亚迪股份升9.6 中国平安跌1.9毫半 美团升4.7 建设银行跌6先 南方恒生科技升7.6 碧桂圆服务跌5毫半 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升2毫 油邦保险跌7毫半 中国移动无升跌 港交所升2.2 香港中华煤气跌8先 恒生科技指数升86点 报4634点 提问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升10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157点 美元强势 港会触合7.85的药方兑换保证 金管局再次入市捍卫港元 金管局在星期三 纽约市尾段 乘接近128亿港元沽盘 银行体系结余到星期五 会降至大约2207亿 是前年9月中以来最少 今次是相隔三星期之后 金管局再次入市买入港元 自从5月中以来 银行体系结余 累积减少超过1100亿 其他消息 中大开发一项 评估新冠疫苗有效性的演算法 可以快速评估新冠疫苗的有效性 准确度高达九成半 团队发现新冠病毒株 和疫苗使用的病毒株之间 存在病毒上刺突蛋白的遗传距离 这个遗传距离 可以有效评估疫苗的保护力 传统上要评估疫苗的有效性 要大众接种疫苗 并且部分人受感染后才能够测量 而当变异株出现 科学家需要再次评估 才能观察到最新疫苗的效果 这个演算法能够通过測序数据 实时评估疫苗 针对变异病毒有症状感染的保护效果 不单有助设计出更加有效的疫苗 也可以应用于疫苗的临床事业 美国总统拜登开展上任后 首次中东访问 抵达首站以色列 预料和以色列领导层的会谈 将会涉及伊朗核问题 拜登出访之前接受以色列电视台访问 重新会尽全力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不排除最终会掃诸武林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乘坐空军1号 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总理拉皮特等亲自迎接 基于防疫政策 白宫之前已经表明拜登此行 将尽量避免例如握手等肢体接触 他下机后也只是和克尔佐格等 以拳头互捧方式问好 但拜登似乎很快已经忘记防疫措施 将手放在拉皮特的肩头上亲切聊天 拜登的机场发表声明 强调与以色列有着骨肉相连的联系 关系到所有和两国未来有关的议题 并随即在机场视察铁穷导弹防御系统 以及被指针对伊朗无人机的铁梁激光防空系统 克尔佐格和拉皮特之前已经表明 伊朗核问题会是和拜登讨论的最主要 克尔佐格指出 伊朗和他控制的组织对以色列和邻国 构成直接安全威胁和挑战 拉皮特就希望和拜登讨论 有否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强大的全球性联盟 阻止伊朗进行核计划 拜登之后到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 在礼堂内的长明火前献上花圈 悼念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中死亡的 600万犹太人 并和两名大杜杀生还者交谈 全程紧握两人的手 并亲吻两人的面 没有因为防疫而克尔保持距离 拜登最后在纪念馆签处调宴策 并和克尔佐格和拉皮特等人握手 拜登星期四会和以色列高层会谈 星期五会和巴勒斯坦官员会面 之后会转往沙特阿拉伯访问 并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 无线电视记者杨德卫报道 美国尋求中国参与向俄罗斯石油售价设定上限 国际能源署警告 能源价格高企损害需求 石油市场形成危急 美国倡议向俄罗斯石油设定售价上限 除了欧盟、日本等盟友 也可能尝试拉拢中国等俄罗斯石油主要买家参与 美国财长耶伦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透露 上星期和副总理刘鹤视像对话时 曾向他介绍俄罗斯油价上限的计划 双方准备进一步讨论 耶伦希望由参与的国家自己制定 如何执行和配套 由于全球能源航运保险服务 大部分都由欧洲公司成保 剩下的选择很有限 所以相信很多国家最终会加入 据报美国也研究建议 全球向俄罗斯石油加征关税 令到最终售价更接近市价 但是收入归于政府而不是企业 美国副裁长厄德耶莫相信各国都有动机 参与设定售价上限 暂时无意向不加入的国家和企业实施二次制裁 但是美国由公司雪佛龙警告石油转探生产投资 仍然有挑战 担心即使经济衰退风险需求回落 油价向上的风险仍然较大 国际能源署警告石油市场形势危急 很少出现前景更不明朗 一来能源价格高企 损害已发展市场的需求 但是供应也紧张 俄罗斯关币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 开始维修保养工作 令到欧洲天然气供应大减六成 营运的国企表明未收到正式文件 可以由加拿大运回收理好的管道窩囊机 路透引上文件显示 欧盟正是起草应急方案 一旦供应持续中断 会呼吁成员国鼓励家庭和企业 减少能源消耗 提早储备天然气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 如果持续缺乏天然气供应 欧洲经济可能陷入衰退 所以将会第三次调低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3.6%的预测 无线电视记者黄文軒报道 匈牙利宣布进入能源紧急状态 下个月开始暂停出口燃料 匈牙利总理府部长 凯尔·凯伊说 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 是要应对俄乌战士 以及俄罗斯遭西方制裁之下 導致能源价格急升 他又说 欧洲可能在秋冬两季 面临天然气供应短缺 当局必须保护当地家庭 确保能源供应 凯尔·凯伊又表示 总理欧尔班政府会推出多项措施 下个月开始生效 包括将国内天然气产量 由15亿粒米提升至20亿 由禁止燃油和木柴出口 争取额外天然气供应 延长核电站营棍期限等等 南韩新增超过39,000宗新冠个案 新增个案是一星期之前的两倍多 重症患者69人 比前一日多2人 另外多16人死亡 受变异病毒株BA.5传播影响 南韩的疫情自6月底开始反弹 当局就说已经进入新一波的疫情 并预计下个月单日新增个案 或者高达20万 政府早前扩大第4针疫苗接种范围 只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 和18岁或以上有潜在疾病的人